好,來分享一下這次來秋葉園的心得好了 因為其實來這種動漫聖地 算是應該是去大阪的那個日本橋 算是去日本橋是在早上的時候 就是我們最後一天要離開飯店 然後拖著行李箱 就想說在附近日本橋逛一下 那算是到日本橋逛的心得 是覺得說好像東西沒有那麼多 因為那邊也是3C動漫之類的 還有電玩就是比較著名一點的地方 應該算是關西那一帶比較著名的地方 應該是這樣吧 如果說有講錯的也歡迎大家在下方稍微修正一下 那這次到秋葉園來的 真的見識到日本的這個動漫商圈的威力喔 像我自己跟老婆大也這樣逛起來 非常非常的誇張 光是那一整棟逛起來 那個店家啦,可能速食家幾掉 大概就是長大放大非常多倍的版本的萬年大樓那種感覺 講話年大頭呢,可能有一些人會有感覺 因為在台北的西門町就有人 它的東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很多在台灣會缺貨的一些公仔啦 包括一些像黏土人等等的 在這邊喔,基本上都會找得到 像扭蛋的部分呢,也有很多都是 會把它扭出來 然後呢包裝好,再來做販售 那這種扭蛋呢有一種好處就是 我們不用自己投到湊齊整套 我們可以直接到那個店面去選購我們缺乏的扭蛋 的那個造型就可以了 有時候我們自己在投那個扭蛋喔 有點像無底洞一樣 就是不知道下一個還沒到的那一個 還沒幾到的那一個 什麼時候會出來 這是這次逛秋葉原的心得 沒關係我們繼續逛一下喔 等一下再來繼續分享 後面的那個Soft Map應該是這樣唸吧 S.O.F.M.A.P這個 這個其實啊老婆蛋有稍微幫忙做了一下功課喔 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原本想說會有一些電玩周邊相關的東西 結果呢 進去裡面發現怎麼都只有電腦的東西 電競的阿 然後電腦主機阿 筆電等等的喔 然後想說 該不會是做錯功課了 後來呢回去飯店之後就查一下電腦 才發現阿 原來這個在附近總共有四間分店 所以如果來的時候阿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四間分店會有不太一樣的東西 這也是我們這次來之後才發現的 所以呢 等一下會再去裡面逛逛 找找看有跟電玩相關的那間店面 來逛逛看阿 這邊呢光是這裡就有1號 2號3號 總共就三間在這裡了 然後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還有一間是在這一邊 後面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有4號應該在後面嗎 這裡真的蠻多東西的 而且都混在一起 有賣電動也有賣這個 這個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 24小時的好地方 如果晚上不知道去哪裡的話 這邊真的可以來一下 在這邊其實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們的店面喔 大概都是8點半9點左右就關了 所以呢 人如果來這邊玩的話 就要早一天起床 像我們前一兩天嘛 都拖到下午大概 1點2點才出門 就會有一點險太慢喔 福袋福袋 基本上這種公宅店在這裡 隨處可見 超級超級多的 那如果要像這種 牛蛋的東西呢 也可以來這邊 好好的找一下 它這邊會賣這種福袋啊 它的價格上來說 好像一袋都是5000塊吧 然後會有不一樣 像這個是FGO袋 然後上面這有什麼 魔法少女小圓袋 然後這個不能是 海賊王 巨人 有很多不一樣的 非常多不一樣的福袋 這個的話 好像只要4000塊就有 對 價格會不一樣 玉帶是怎樣 買起來會覺得不行嗎 其實蠻重的耶 這個重量其實還蠻重的 然後它下面有寫是 3月的版本 腳踏車保養得超級好的 非常的棒 這台可以有A賞 有PS4 Pro 另外一台呢 A賞是Switch 但是這兩台 基本上剛才夾了 有難度 好不好 而且它的這個 好高喔 所以要把它夾起來 到進來這裡 這也不可能用彈的進去 馬利歐的扭蛋 不過那一個要400 大概台幣也是 100出頭啦 那沒關係 大概扭一顆好了 看看可以扭到什麼東西 好小一顆喔 這什麼東西 超級小顆耶 是一顆帶著帽子的炮彈 所以這個應該是奧德賽版本的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它的造型其實有這一些啦 那我是抽到8號這個 炮彈的 也不錯啦還蠻可愛的 其實這裡面 比較好看的應該是1號2號 然後它這邊還有這個 非常可愛的機台 好不好 就在路邊而已 這裡就在路邊 不對應該在巷口啦 這裡在巷口而已 現在來玩玩看好了 反正 挑戰看看 可以過幾關 一支100塊 其實玩這個喔 也是在玩一個回憶的感覺啦 小時候呢 會看朋友在外面玩 很厲害 可能5塊錢 10塊錢可以玩到破關 反正呢 他們就是做一個下午 只要便宜的5塊錢 10塊錢 那我們自己呢 是很少在玩啦 所以對這個大搖 是還蠻陌生的 那今天剛好在這個街頭 看到這一台 就稍微玩一下 老婆大人說 100塊錢 日幣投這個 比投娃娃機還要值得 因為這個可以玩很久 上面有一間網咖耶 24小時營業 酷喔 其實前幾天 有跟大家分享一個 在地下室的 有一些老電玩啦 有點像石管舞的那一間 其實在他樓上喔 也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這邊的路邊呢 其實有蠻多女生 有一些會有Cosplay 然後會拔一些傳單之類的 不太清楚意義是什麼 有一些有看到是 可能是吃的 飯麵之類的 然後有一些是完全看不懂的 所以呢 如果有知道的也可以解答一下 好不好 像後面這種店啊 它就有點像 光華商場附近的那種 3C賣場 會有一些線路的東西 線材等等的 然後LED燈啊 或者是一些開關等等的 DIY的東西 在這邊也都有賣喔 其實在這邊逛了這幾天電器行 跟一些3C用品店啊 真的覺得 他們的價格來說啦 其實大同小異 大概主機 Switch的主機 現在來說呢 就是大概8000多塊左右 先看一下前面那個廣告牆 廣告車才對 來這邊好像蠻容易看到法拉利的 本來想看廣告車 結果法拉利都出現了 來這邊好像蠻容易看到法拉利的 本來想看廣告車 結果法拉利都出現了 這一片牆上面啊 就有寫上 秋月園站呢 就在那邊上面啊 喔對了 然後Biku Camela的話 有2020年的專櫃 有賣一些衣服 一樣有跟動漫結合 然後還有2020年的一些 應該是理想物吧 他的娃娃 還有衣服等等的 非常多 那我自己個人是超級喜歡 Biku Camela 因為Biku Camela 可能是習慣了吧 來日本非常多次喔 都覺得他的折迫非常多 而且到他的Facebook去 就可以下載 也不用下載 就可以抓到一張 可以從7%到8%的價格 然後另外呢 他的免稅啊 也很方便 至於有多巴士的話 如果有 比較會買的 購買攻略的朋友呢 也會在下方分享一下 其實羅卡自己有朋友是說 有多巴士可以買的 比Biku Camela還要更便宜 但是我自己是不太懂 比較習慣在Biku Camela買東西喔 雖然說是住在秋月園啦 但還是有搭電車出去玩一下 總共呢 有去了前草雷門 跟去了台廠 那這兩個地方呢 其實以台廠來講 算是還蠻乾淨的 因為那邊應該是 比較後來規劃的 所以整個乾淨很多 前草雷門呢 非常的熱鬧 不過唯一的小小遺憾是 牛排很好吃 但是真的排太久了 是兩個小時半喔 真的是有點受不了 排完那裡 在家吃完總共花了三個多小時吧 算是把時間整個都花掉了 後面的兩天呢 其實都是把行程排在秋月園 因為想說 既然住在秋月園了 結果沒有把秋月園逛透的話 真的是有點糟糕 不過後來發現 秋月園要把它逛透喔 也是一種挑戰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加上啊 它可能像後面這一種的 一整棟下來有沒有 它就是超級無敵多公仔店 大概花了兩三個小時逛 然後沒有逛完 所以就可以知道說 這邊其實要花上 非常非常多的時間才可以逛完 每間雖然說 有點大同小異啦 但是還是可以找到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挖寶的方式呢 就是要稍微找一下 才有機會找到 這邊的二手電玩呢 其實價格來說 都會比台灣還要再便宜一些 而且呢 選擇性也是更多更豐富 因為他們好像蠻重視二手的東西 保存的狀態也都會非常的好 來這邊的話 如果要來花一些包 也可以找找看 秋月園系列呢 應該差不多到這一支影片 就告一個段落了 期待下一次再到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來幫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新的東西吧 好啦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選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點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